大家好呀 说到小恶龟 那可是龟虫圈的长青树了 虽然咬合力不及大恶龟的灵头 也不如大恶龟魁梧霸气 但是小恶龟性格更凶悍 进食更主动 饲养乐趣一点也不逊色 所以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专门聊一聊小恶龟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小恶龟也叫拟恶龟 隶属于恶龟科拟恶龟属 其下分为三个品种 分别是有着长长胡须的中美拟恶龟 国内很少见到的南美拟恶龟 以及国内最常见的北美拟恶龟 有的小伙伴会问 这么有名的佛州拟恶龟怎么被拟漏了 其实这些年佛恶混得比较惨 不断被降级 原先还是拟恶龟的佛罗里达亚种 如今由于和北美拟恶龟基因差异过小等因素 不足以成为独立种甚至亚种 只能算作北美拟恶龟的一个地域种群 类似于小青和南石的关系 恶龟科尤其是拟恶龟属的分类曾经争议比较大 原先的数个亚种成了独立种 只有佛恶惨遭降级 别人生殖它降纸 属实有点没排面 拟恶龟原产地栽每周 同大恶龟相比捕食行为更加主动 食谱也更加广泛 鱼虾各种蛙类各种昆虫 小型蛇类小型哺乳动物 甚至还会吃水果等素食 真正的来者不拒 拟恶龟什么都吃长得也快 体长轻松突破30厘米 有的个体甚至能达到50厘米 拟恶龟高度水期 游泳水平也不错 不像大恶龟更喜欢在水底爬行 拟恶龟攀爬能力也很强 上个小树爬个栅栏轻轻松松 国内最多的北美拟恶龟非常耐寒 甚至能在冰面下冬眠 小恶龟生命力如此顽强 能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所以尽管小恶龟的放生数量远远不如巴西龟 但依旧在我国成为了入侵物种 不过小恶龟的出肉率很高 因此会作为肉龟来养殖供人食用 以前经常有工地上挖出千年老龟的新闻 主角也往往是拟恶龟 拟恶龟的杂交现象也很普遍 不仅能在拟恶龟属跨种杂 还能跨属和大恶龟杂 至于地狱种群之间的繁殖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就引出了拟恶龟在国内龟虫圈的现状 很多观点认为国内的小恶龟杂交选育是主流 即便是在原产地 杂交现象也很普遍 所以商家往往是根据品项来区别品种和价格 里面有抱刺三棱尾的佛厄 鸡肉腿怪兽尾的北美 品项最刺的就是普通杂佛 卖得很便宜 甚至干脆当肉龟 当然这只是一个观点 不一定对 有懂的小伙伴可以聊聊自己的看法 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个人感觉商家根据品项区分价位也无可厚非 关键是要选择一个靠谱的卖家 多看多问 接着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喜好理性消费 视频的最后 也是希望小伙伴们如果养小恶龟 尽量做到有始有终 不要随便一气放生 小恶龟在我国野外 缺乏中大型鳄鱼和水塔等天敌 再加上强悍的生存适应能力 已经构成了生物入侵 其危害不容小觑 保护生态环境和本土物种不受侵害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支持一波哦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